今天我化身成了一只吸血鬼 不过你们别害怕我啊 我是一只温柔的吸血鬼 干杯 先来喝点雪补充补充我的能量 才能永保青春 开玩笑啦 这个其实是番茄汁 真好喝 那幸福的一天就从吃油豆腐烧腐竹来开始吧 先来看看我的油豆腐烧腐竹 看上去有一些微微的红吧 是我用雪做的 吸血鬼离不开雪哦 又跟你们开个玩笑 这个呢是用豆腐乳 也叫酱豆腐做的 所以呢做出来会有一些微微的红色 尝一下它的味道 吃起来呢 真的比肉还好吃 里面有腐乳的香味 里面有腐乳的香味 吃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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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脑排 吃起来的 可以吃起来的 吃起来的 我是一只温柔的吸血鬼 你们不要害怕我 你不要害怕我 吃饱了 腐竹和豆泡呢也叫油豆腐 都是口感极佳的豆汁品 用豆腐乳也叫酱豆腐 做一些简单的调味 小火将它们软化入味 吃起来真的是比肉还好吃的一道菜呢 那具体的制作方法就来跟我看看吧 Let's go 先来看一下我的准备工作 有豆泡也叫油豆腐 有腐竹 腐竹需要提前两个小时用冷水泡一下 还有葱花和蒜末 还需要准备豆腐乳也叫酱豆腐 然后我们把腐竹切成这种段 豆泡切成这种条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将豆腐 也叫豆腐乳的碗里放上清水 用勺压成泥 用勺压成泥 然后我们上锅加水等待水开 水开后我们把油豆腐放到锅里煮一下 煮两分钟左右把它煮软 把它的油脂去一下就可以捞出来了 油豆腐煮好捞出后我们把它用冷水冲一下 冲了以后挤干水分再放到一个盆里 接下来我们热锅放油 油热后放入腐竹和油豆腐 翻炒一下 把它们炒到微微焦黄的时候 再放入豆腐乳 现在已经微微焦黄了 放入豆腐乳 然后加入一些清水 水量刚好和食材平行即可 然后中火烧至腐竹软化 现在已经煮到腐竹变软 把蒜末和葱花放入锅中 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腐竹烧油豆腐就制作完成了 制作方法完成了 没想到油豆腐和腐竹结合起来 是非常完美的一道菜 吃起来的口感呢 像在吃肉一样 是比肉还好吃的一道素菜 如果你们喜欢豆芝品的话 可以来尝试一下这道菜的做法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要接着喝雪去了 喝雪才能永保青春 开玩笑了 这是番茄汁啊 拜拜